屡经林志玲6年前被台湾税务局要求补税 并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败诉 声他相当不服气 觉得判决打击到他的工作士气 决定上诉到底 据媒体报道 他还向司法院大法官申请示范 但大法官24号决定不受理他的事件申请 据悉林志玲因为漏报三年薪资收入 被要求补税与罚款819万余元台币 声他相当不服气 提出行政诉讼 结果他抗税失败 虽然罚135万余元台币设销 但还是得补缴684万余元台币 约140万人民币是金 不过林志玲并未放弃 据报道 他更为此申请大法官释宪 主张他的收入是执行业务所得 可以扣除45%必要开销后再报税 而非薪资所得 认为法官处理不当 但林志玲的申请并未受理